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上港卖维世豪 而是后者根本不是上港的人 他是上赛季出上港从普甲租节过来的 租期到2017月12月底 他的所有权属于普甲来雄一时 上个赛季 校围维世豪代表上港警出场570分钟 就打入三球收获三助攻 同时入选国家队 也有精彩发挥 亮眼的数据 上方不是没有看到 在继续结束后 博爱斯曾建议留下小维维世豪 然而 三个方面原因 让小维维世豪选择离开 国安给的钱 让他无法拒绝 据报道 国安为了将小维维世豪内入账下 给了2500万元签字费 且不说到了国安能拿多少薪酬 就这个签字费 上港是给不了的 时至当初从普甲租建时 上港仅仅出了30万欧元 不是上港太小气 而是小维维世豪本身就不值那个钱 上港前场实力球员扎堆 位置难保证 在2017赛季 小维维世豪不受待见 上港前场奥斯卡 无泪 安神 吕文军等 要不是主力球员商品 他很少有机会 经常让他在垃圾时间出场 这对于一个渴望踢球的个性 球员来讲 难以接受这样的处境 且上港新赛季引会在建业踢球的胡锦航 校围维世豪位置就更难保证 对待U23政策上 上港喜欢用后场 当初的U23政策 博埃斯喜欢把位置留给后央 后卫球员 如在季初期的张华川 后期的威震等 而对于前场球员使用 则机会不多 在球员储备机位置使用上 国安将U23到前场机会多 本来就不属于上港的球员 加上国安的高价诱惑 经纪人得力运作 最终维世豪加盟了国安 并在国安有不错发挥 对阵上港俗鞋杯比赛中 打入点球淘汰老东家上港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来到国安 校围维世豪的桀骜不须的个性依然如酒 对王申超的两次犯规 让上港球迷骂声刺起 不得不说 小维维世豪交唱大器 球品有待改进 はい 好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